文章来源胡锡进观察 在未通过原污法案扫经道路之后 拜登政府下一个更大的野心是死磕中国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600多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法案 由于部分共和党议员背叛 参议院很快通过该法案已经没什么悬念 新一波美国军火将很快涌入乌克兰 泽连斯基感激美众议院 乌方士气亦将大震 拿到国会通过的原污法案 只是拜登政府再造乌克兰战场形势的行动之一 美方正同时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布林肯已定于本月24日访华 有西方媒体称 阻止中俄贸易是他此行的首要目标之一 美西方舆论近来大肆宣扬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 进行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工能力扩建 美国官员声称 如果中国对俄出口继续填补俄罗斯军工生产的关键缺口 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胡锡进 美国接下来会死磕中国 目前的乌克兰战场形势非常有利于俄罗斯 不仅美国 整个西方的民意在原污问题上发生了动摇 不希望乌克兰成为本国政府援助的大漏斗 无底洞 但是 以拜登政府为首的西方政治人物对打赢战争非常坚持 他们一方面尽力维持援污节奏 华盛顿安排600多亿美元对乌援助是大头 与此同时 他们希望用制裁瘫痪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但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的迅速恢复和扩大 以及俄罗斯经济逆战争复苏 很令他们沮丧 美国官员散步 这完全是因为俄罗斯的背后站着中国 美国官员对西方媒体抱怨 中国对俄提供的支持 包括机床 无人机 涡轮喷气发动机 巡航导弹技术 微电子技术和消化纤维素等等 而一旦失去这些支持 俄罗斯的军工扩张将难以为继 所以他们下一步的努力在于说服中国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发布这些信息 鼓励欧洲盟国 在向中国施压方面 亦有所作为 另外 西方媒体报道称 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金属的制裁 意外巩固中国作为俄罗斯关键大宗商品 最后买家的地位 并增强了上海作为全球经济关键材料定价地的作用 他们声称 伦敦金属交易所对俄罗斯新生产的驴 铜和镍的禁令 让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为全球唯一一家 接受俄罗斯出口 这三种金属的主要大宗商品交易所 中国在关键材料上获得了折扣 并用人民币支付 同时增强了人民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西梅还宣扬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美国将追究中国的责任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称 俄罗斯的胜利是不可接受的 将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 美国不会把这看作是俄罗斯的单独行动 而是在中国朝鲜支持下的联合行为 由此可见在排除了通过原污法案的障碍之后 华盛顿势必将接下来的发力 用于阻挠中国对俄贸易上 中国在维护对外贸易主权问题上 与将面临与美新的博弈和斗争 中俄贸易2023年达到创纪录的2401.1亿美元 但中国没有向俄出口任何武器 而美国和欧洲将大部分原无资金 用于公开购买本国生产的武器 并运往乌克兰 这有着本质的不同 美国没有收集到中国对俄出口武器的任何把柄 于是转为追踪中俄贸易的细节 除了质疑中国增加对俄能源和金属材料的进口 使之绕过了美西方对这些商品的抵制 同时指控中国的对俄出口可以被俄用于军工生产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联想下去 那么整个中俄贸易都成了有罪的 美国对霸权的肆无忌惮运用是可忍熟不可忍 然而拜登政府必须清楚 美国对华施压的工具是有限的 华盛顿已经将大量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名单 它既不制裁又能有多少效力呢 美国严控对中国出口芯片 但结果是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成熟制程芯片产量同比大涨40% 这令很多美国业内人士忧虑 担心中国的芯片生产能力会在美国刺激下不断激增 逐渐挤压美国和西方公司的盈利能力 另外 俄罗斯能源部副部长近日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就价格达成一致后 将签署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建设协议 这极大扩大中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格局 美方今后更难通过控制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 这条关键能源通道来对中国实施战略威慑 周六美国众议院同时通过了四项法案 其中一项是再次要求TikTok剥离中国元素 将缓冲期从半年延长到一年 也就是将最后结果放到美国大选之后 这将缓解美国大选期间围绕TikTok的争议 但是乌克兰问题将是拜登的关键象 他要防止在大选之前 乌克兰战场发生俄军重大胜利的出现 所以华盛顿会极力宣扬中俄贸易 对俄罗斯军工的大规模再造 将美西方的不满朝着中方转移 这有可能类似特朗普四年前 将新冠疫情在美国的失控甩锅到中国头上 不过布林肯来中国议题是多样的 他的访问是增加两国高层交流的一部分 总体应该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 至于双方将如何就中俄贸易问题交流 这是中美处理两国关系不可避免的又一回合